我们接下来再继续 但是,抱歉,我这边有一个东西修改一下 因为很多程式语言是用incoding的方式 所以网页不是叫这个,抱歉,这边修正一下 网页这个地方编码 各位也可以这样子 Meta完,按一个空白 它这边就有提示的文字出来 就是说你接下来可以打什么 那事实上incoding是在写程式 就是我们学写其他的网页程式会用incoding 但是没有incoding 它是照字母排序的 e,接下来没有e 我们要用的是charset 其实它的全名叫charate 就是charate的set设定 字元的设定 然后我们不要选big five 这是我们国内常用的是big five 跟utf8 但是big five 如果你的网页里面 都只有中文跟英文 那还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网页里面想要打日文 因为有时候有人标题喜欢打什么 网页冲 no 那个日文的no 诶 那对不起 你big five 它呈现不错 所以 我们现在请各位 以后在设计网页 统一用utf8 ok 好 那这个呢 我们上周介绍到 head的两个小孩 title跟meta 那另外呢 我们也介绍到了body body呢 小孩先不急的介绍 至少它有属性 我可以空一格之后 可以打它的属性 它的属性 我们用了它的背景颜色 那叫做BGColor BGColor 诶 为什么没有BGColor啊 A完之后就是C了 没有BGColor 那也跟各位讲 它这里没有列不代表没有 而是 因为它希望 以后 各位把这种背景颜色 这种东西 改设定成 我们还没有教的东西 之后会再教各位 叫做CSS 但是现在 我们还没教到CSS 但是可以让各位 先用一下叫BGColor 然后等于 先把双影号录好 然后双影号里面 可以打的是 紧字号先 接下来是6组的数字 或字母A到A4 ABCDEF 可以打的东西 比如说我希望背景 有点淡淡的粉红色 好 那我就是 FF DD DD 好 然后呢 我就可以按档案 即时预览 好 但是档案即时预览 它即时预览 它居然没有要我们做储存 你看它 但是它就自动 它自动就可以呈现 你看 这个之后的结果 粉红色的结果 OK 好 但是各位 只要看这个地方 有型号 它是点 有点 代表还没有储存 如果你因为还没储存 你就想要从这个 你自己用版案总管 去按两下浏览 这看不到粉红色 但是 即时预览 看得到 但是我建议各位 打完以后 你真的要浏览的时候 请养成习惯 先档案 储存 或者你按 快速键 Ctrl S 就可以储存了 好 那上周除了讲到了这个法底里面 后面放一个背景颜色 当然这后面可以调 比如说我今天要比较呈现 浅黄色 然后叫FFDE 所以一上来 就可以看到有点浅黄色 明明黄色的感觉 有吗 好 那 上周我们只叫到VG Color 其实后面还可以加很多属性 之后再跟各位介绍 那上周我们还有介绍到 我从Body 接下来是Body里面的小孩了 Body里面的小孩 我们至少介绍过H1到H6 还记不记得 然后H1H6 我们至少有 这边可以打 欢迎光临 光影虫的网站 好 假设这样子 OK 那这个字 这个呈现的结果 就是来Ctrl LTP 把它显示出来一下 好 你看 除了现在是淡黄色的 然后就看到字 它是粗体字 打完之后还会换卡 OK 那如果我们上次也有介绍到 如果你要至中 你可以在H1里面 你可以在H1外面打 但是别忘记一个准则 假设我先把Center打完 那Center前后要包的文字 而且呢 Center在H1里面 你就要Center在里面 头尾都在里面 那H1在外面 那就H1 都包着整个H2 你绝对不可以 H1 然后Center 然后这边是斜线H1 斜线Center 这样子有交错 不行 OK 所以你看 这样子Center的话 我来储存 然后Ctrl LTP 再来浏览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那个呈现了淡黄色的笔 然后文字是至中的 有没有 那 继续哦 除了H1之外 来我H1再有点一下 我们上周还有讲到的是 换航 换航是用 BR 那它没有结尾符号 你就可以靠 看起的BR就是我要换航 几航 OK 然后呢 我们还有教到的是 调颜色 比如说呢 我们的颜色 我们教到的是用 缝 OK 然后假设我现在 在缝的标签里面 先打个文字 好 假设我 假设我就随便 我随便一段字好了 然后呢 我希望这个字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 我就可以打它的属性 叫Color 等于 景字号 然后颜色 假设我要字是蓝色的 那我可能就是00 00 FF 所以来看一下 储存 然后同时 浏览Ctrl LTP 可以浏览一下 你看 有没有 这里蓝色字了 有没有 然后我就觉得它字好小 我想变大一点点 那我可以在FORM的属性里面 再继续按空格 打Size 等于 我要以现在的刚才那个字 在大 比如说在大三级 我就加3 所以这时候再储存 我们来浏览一下 Ctrl LTP 浏览一下 我发觉我这边的Ctrl LTP 可能要按两下 按两次 它稍微跑出来 但至少各位看 字有变大了 有没有 然后呢 甚至它是英文字 它是英文字 所以我觉得 它的英文字 英文字 我想要换字型 那我就可以用 空一格 Face 等于 比如说呢 我想要给它换字型 我把它换成Arial A R I A L 是英文的某一个字型 好 储存 来浏览一下 看它变化是什么 好 各位看到这是Arial 我们往前看 这边我这个页线是刚刚的 这个是 切怎么没有动作 好,来,你看 这边 这边的字型跟后面 Arial的字型就不一样 这边的字型应该是 它的预设内定的 我们叫St Reef 底线St Reef 这样子的字型 好,反正不管 那如果你要中文字型 中文字型那当然我们最好就是在 里面先打中文字 假设我今天打的中文字叫 随便拿好 我就打个叫王尹充 好 那我的Face的中文字型 比如说我就可以用 标 标 台 体 好,储存 来浏览一下 你看,这边的字就标凯体 跟这边的字不一样 这边是星系名体 预设的 但是我变成标凯体了 甚至呢,我可以再换字体 假设叫 微软 正 黑 体 好,OK 储存 再浏览一次 诶,有没有看到 这边的字体就是 微软正黑 OK 好,所以 上周我们有介绍到自己的东西 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介绍到一个标签 叫做 IMG IMG是Image 照片的缩写 然后 我先把这个 它没有结尾标签 Image没有结尾标签 然后你可以在 IMG后面 按一个空格 然后 图片从哪里来 假设我们的图片 是网路上的图片 如果我想用自己的图片 这等一下会讲 但是如果我现在直接用网路上的图片 那我这边就按 空一格之后 S.R.C. 它是SOURCE S.O.U.R.C.的缩写 然后 等于 双影号先打好 好,我想用哪一张网路的图片呢 比如说 我就来搜寻一下 好 比如说 我就打个风景照 好了 好,可以找到很多漂亮的风景照 那 假设我想要这一张好 我就把它点开来 然后甚至再点进去 好,到这里好了 1024×680 哦,有这么大的图片 然后呢 我可以在这一张图片 按 右键 选 复制图片位置 然后再切到 Brackets 在S.R.C.里面 这里 我直接按Ctrl V 就是贴上 胜利的V Ctrl V 贴上 哦,它的网址叫这样子 好 打完了 Ctrl S 储存起来 Ctrl LTP 我要按两下 它才会开始动 你看这边有在闪烁 好,来看一下结果 长这个样子 诶,我觉得它太大了 我想小一点点 那你就根据你的 荧幕的解析度是多少 像因为 我们投影到各位的电脑的关系 所以这个 宽度是1024 我想要小一点 假设我要一半 那就是1024的一半大概是500多一点点 那我们就设500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 我可以S.R.C. 就是IMG里面 我可以再控一格 打一个属性叫 WIDTH 等于 双引号 然后双引号里面 打500 好,Ctrl S储存一下 再来,再来Ctrl LTP 浏览一下 照片变一半了 有没有,照片大概只是画面的一半而已 OK 上周我们是讲到这个地方 快速的复习一次 好,来请各位操作下下 好,来请各位操作下下 好,来请各位操作下下